算命的骗子说我挡了男友的财运,男友果断跟我分手,你真可怜,自己穷酸就算了,对象也找不到有钱的。 分手之后,空缺了六个月的彩票特等奖砸在了我头上,足足二十点四个亿。 更可笑的是,这张彩票原本应该是属于前男友的。 我从路边的小店里出来,正好看见一个穿着劣质道袍的道士,正拉着在路边等我的男友秦坛说着什么。 道士阵阵有词地手舞足蹈,甚至即兴开始跳大神。 就是这个动作怎么看怎么像刘更红的本草纲目。 面对如此明显的骗术,偏偏秦坛还一脸凝重地点头,深以为然。 我走到秦坛身边,倒是刚好离开。 秦坛转身看向我,直截了当,分手吧,苏冉。 算命地说你挡了我的财运。 跟你在一起,我永远过不上好日子。 我张大嘴,不是吧不是吧,真的有人因为路边算命的一句话,就要分手。 该不会出生的时候,把脑子当胎盘剪掉了吧。 秦坛看我愣证着不说话,以为我不愿意,也冷了脸色,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 你也真可怜,自己穷得要死就算了,对象也找不到有钱人。 以后等我发达了,大不了让你当我的小三。 我忍不住扑斥一下笑出了声,咱俩刚在一起两个月,你就说我挡了你的财运。 你今年二十二岁,请问你在之前二十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怎么没发财呢? 脸大就算了,还无脑。 秦坛是我的同班同学,从他表白到今天,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 秦坛见我说话难听,脸色越发呈现出一种五彩斑斓的黑,苏然,你有本事,以后穷困潦倒的时候,别来求我。 说完,转身决然离开。 我深呼吸,把手揣进兜里,却意外摸到了一张小纸片。 我正疑惑是什么东西,突然身旁一个声音响起,这位姑娘,我看你骨骼清奇,面色红润。 哎呀,了不得了,你马上就要走大运了。 我转头一看,优呵熟人,正是刚才把秦坛忽悠成脑瘫的那位假道士。 我面无表情道,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要开始跳大神了? 本草纲目,假道士一脸尴尬地放下手,同行,同行个屁。 你刚把我男友忽悠成了前男友,假道士这会儿也明白过来了,我去。 还真有人信啊,我本来还等着他问破解之法,然后卖给他一个符咒呢。 谁知道他二话不说就要分手,我的钱也没赚到。 假道士看我闷闷不乐,安慰道,哎呀,小姑娘,别不开心了。 牛顿有云,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搞不好分手之后,你也能发财呢? 我目瞪口呆,你搞封建迷信就好好搞,不要对着人家牛顿拉拉扯扯。 牛顿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好吧。 假道士离开之后,我边走边摸出兜里的小纸片一看。 了然,秦潭之所以在外面等我,是因为我去帮他买彩票了。 秦潭有个习惯,每期的彩票必买无疑。 跟我在一起之后,经常借口没有零钱,让我去帮他买。 刚刚我正好去彩票站,帮他买这期的彩票去了。 彩票老板还笑呵呵地告诉我,彩票已经六个月没有开出过大奖了。 这期特等奖累计金额,估计会超过二十个亿。 我本来准备把彩票给秦潭的时候,顺便告诉他来的。 没想到秦潭压根儿没给我机会。 我原本打算把彩票扔了,毕竟我从小就不信这些。 小时候,我爸爸就是因为痴迷于研究彩票原理,将家产败光了。 最后走投无路,跳楼自杀,留下我和妈妈相依为命。 这些年,我们一直过得很苦。 直到我上了大学,找了兼职,生活才有所好转。 但犹豫半晌,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把彩票放回了口袋里。 当晚,闺蜜顾文文请我去吃了一顿大餐。 顾文文气得想去做秦潭,被我拉住,算了算了,分手也好,早点看清她的真面目。 顾文文文喝了酒,豪气万千,冉冉你放心,以后我的就是你的。 只要我有钱,你绝对不会穷困潦倒。 我哭笑不得之余,又有点感动。 我俩今年大四,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工作还没着落,手头都没什么钱。 可她还是执意请我吃了一顿很贵的大餐,还骗我说早就预定好了,不吃也浪费了。 当晚,我俩互相搀扶着回了宿舍,四仰八叉窝在一张床上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 迷迷糊糊地接起来,对面传来秦潭激动的声音,苏然。 我跟你说,倒是说得真准呢? 昨天刚跟你分手,今天我的彩票就中奖了,整整十万块钱呢。 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我,这货真的牛。 昨天分手之后,还不忘自己去买张彩票。 我无语道,所以,你不会就是打电话特意来炫耀的吧? 秦潭得意洋洋,那倒不是,我是想告诉你一声。 你要是后悔了呢,就求求我。 我转你一百块钱,请你吃顿麻辣烫。 就当是分手费。 呵,分手费? 老娘帮你买彩票的钱都不止一百了好吗? 我冷笑了一声,不必了,你自己留着买俩猪脑吃吧。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顾文文早已被吵醒,听到了全过程。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这货还没放弃买彩票致富呢? 我怂怂间,爬起来穿衣服。 一张小纸片从兜里飘落,掉在了地上。 顾文文好奇道,这是什么? 我这才想起来,兜里的彩票,没什么,昨天帮秦坛买的彩票。 扔了吧? 顾文文大手一挥,挨茶茶吗? 万一中奖了呢,没有十万,一万也行啊。 说着,掏出手机上网查询。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逗她,算命的都说了,我挡财运的有那时间,还不如头头简历,咱俩工作还没着落呢。 谁知道我说完话,却没听到顾文文的回答。 我疑惑地扭头,发现顾文文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彩票,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几乎能塞下一个鸡蛋。 她僵直着脖子,抬头看向我,呆滞了半赏,随后扑上来,富婆贴贴。 富婆姐姐,范范,呃呃。 这或许是昨天牛排吃多了,力气贼大,半赏我才挣扎出来,真中奖了。 有秦坛的十万多吗?顾文文点头啊点头,多? 我不敢置信地问道,真的?多多少? 顾文文低头算算,也没多多少。 还没等我那句我就知道说出口。 她就轻飘飘补充道,也就多了二十来个亿吧。 一周以后,我和顾文文全副武装去彩票中心对了奖。 税前二十点四亿,税后到手十六亿。 我当场捐了一个亿,剩下十五个亿,直接打进了我的银行卡。 顾文文拒绝了我要转给她一部分,用她的话讲,放在你那儿,花起来才有富婆贴贴的感觉。 一笔巨款到账,我和顾文文商量了一番怎么花才好。 上班是不可能上班的,要不起不是对不起我这逆天的好运。 房子是必须的,我准备在市中心买两套大平层,一套给自己,一套给顾文文。 再买两栋相邻的别墅,必须带院子。 然后把我妈接过来,她最喜欢摆弄花花草草,这回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花园了。 我和顾文文可以住在她隔壁的别墅,这样彼此也有照应。 顾文文撒娇说,想要猫狗双拳。 我琢磨了一下,花园,狗狗,猫猫,阳光。 嗯,准奏,另外,为了以后带我妈出去玩方便,车子也准备买两辆。 一辆给顾文文,一辆我自己开。 算了算,这些置办完,大概还能剩下十二个亿。 我不禁扎舌,从没觉得钱这么耐用过。 咱们存六个亿吃利息,剩下六个亿用作平时的花销顾文文嘴角一抽, 你天天买房子,也花不了六个亿吧。 我捏住她的鼻子,我都这么幸运了,当然也要分给别人了。 咱们到时候资助贫困山区,建立一些学校,图书馆什么的,还可以创建一些基金会,鼓励科学研发之类的。 还有,你不是喜欢珠宝设计吗? 到时候,可以创建你自己的珠宝品牌顾文文愣了愣,良久站开了一个灿烂的笑容,都听富婆冉冉的不过,先做慈善,再做珠宝我俩,笑着滚坐了一团。 既然计划制定好了,我们就着手开始准备了。 开着新买的宝石节,一路急迟去了本市最好的别墅区。 没想到冤家路窄,碰上了脑滩琴。 寿楼员见我们从宝石节上下来,赶紧迎过来。 听我说要看最好的别墅,寿楼员愣了一下,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下, 我和顾文文朴素的衣着,试探着问,我们最好的别墅,是两栋楼网。 每栋售价超过一个亿,不知道两位女士是否要看。 我和顾文文对视,从对方的眼睛里同时看出了,哎呀,失策。 计划里忘了逛街雪拼这一项了,回头补伤,我挑眉道, 看,我们计划就是购买两套,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就都买了。 寿楼员顿时洗上霉梢,恭恭敬敬引着我们去看了别墅。 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别墅宽敞的院子,以及尖顶的阁楼,当场付了全款。 寿楼员做梦一般摸着合同,几乎要热泪盈眶了,哎呀,果然越有钱越低调啊。 你们一进来,我同事看二位衣着朴素,还提醒我说,没准是租车来的网红。 拍照发朋友圈的,肯定不买。 要不是他不愿意来,赶我过来接待,这单其实轮不到我的。 我忍不住笑了,低声跟顾文文说,不知道那个寿楼员知道以后,会不会毁得肠子都清了。 顾文文压低声音,那个寿楼员有点像秦潭哦,错失了发财的机会。 你说要是秦潭知道,二十亿大奖原本应该是他的,会不会直接喷出一口老血? 谁知道顾文文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苏然。 你在这里干嘛? 哦,我知道了。 找实习单位呢是吧? 好歹也是一本毕业,跑来当寿楼小姐。 这要是我,直接找个的缝钻进去。 我转身一看,脑瘫琴抱着胳膊在一旁趾高气扬地盯着我。 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粉色裙子的女生。 我们都认识,她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叫陈月乐。 琴坛炫耀道,陈月乐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 你们不知道吧,她是银行行长的女儿。 家里可有钱了。 陈月乐一副辟逆众生的模样,但还是掩不住眼里淡淡的极度,脸淡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还不是一副穷酸相,怪不得你要跟她分手。 琴坛谈媚道,她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说着,又转向我,乐乐刚在这里买了一套连排别墅,当场付了首付款。 你要是求求我,我就帮你说两句好话。 起码面试的时候,还能有点优势。 眼看琴坛眼里,都是对我的实习工作的不屑。 我笑了,寿楼员怎么了? 人家也是靠本事吃饭的。 不像某些人,尚赶着不拿自己当人。 顾文文接茬,就是,有你在,人家家里都不用养狗了。 彼时,琴坛正弯着腰问陈月乐要不要喝水,被他不耐烦地推到了一边。 瞬间,我俩的话就戳中了奴才相的琴坛。 琴坛挤不上前就想推我,被寿楼员叫来的保安拦住。 他一脸后怕地拍拍胸口, 这位先生,如果您再骚扰我的客户,我们将会报警处理。 苏小姐是我们尊贵的客户,刚刚买了两栋楼网。 请您注意自己的言辞。 琴坛不敢置信地看看我,又看看寿楼员。 良久,恍然大悟。 他转身面对着我,痛心疾首道, 你太堕落了,是不是上赶着帮大款了? 你也不怕把人家客破产了? 脑贪是病,得治。 陈月乐不屑地看着我,拉着琴坛道, 走了,别跟这种人说话。 下午,我爸那边预约了大客户。 咱们顺便去掌掌见识。 听说人家准备存十几个亿呢? 这单要是拿下,我爸能拿一笔不菲的奖金呢? 话虽然是对着琴坛说的, 陈月乐却一直斜眼看着我,似乎是在炫耀。 等两人离开,顾文文呆滞地问道, 我记得你早上,约了个银行行长来的, 我嘴角抽搐地回答道, 好像就是姓陈,要不咱们换一家银行。 顾文文还没来得及说话, 售楼员就一脸期待地诚恳建议, 别呀。 那两人多可泣,必须狠狠打他们的脸才解气, 这叫替天行道。 我和顾文文无语地看着他, 当个售楼员,您屈才了。 要不您考虑当个编剧, 最终我们嫌麻烦, 还是没换银行。 但是提前跟陈行长说好, 让他来见我们, 而且不能带闲杂人等。 陈行长当然一口答应, 十二个亿存进了他的银行。 陈行长激动地表示, 苏小姐, 您就是我世界上另一个妈。 我? 大可不必。 没过几天, 我和顾文文正在报复性血拼的时候, 电话铃声响起, 闲贫爱妇的辅导员声音传来, 苏染, 咱们班就剩你和顾文文实习工作没着落了。 你这样会拉低班级就业率的? 本身自己家庭条件就不好, 还不上进。 以后出去别说是我的学生, 活该你穷一辈子。 随后辅导员说陈月乐的爸爸, 赞助了班里一场毕业酒会。 陈月乐点名道姓, 让我必须去。 辅导员阴阳怪气道, 反正你也肯定会来的对吧? 毕竟是五星级酒店呢。 你自己哪儿去得起? 来掌掌见识也好。 到时候见到人家陈爸爸, 好好感谢一下。 我无语, 我感谢他。 他也得敢接着呀。 不过毕业酒会当然要参加了。 毕竟四年的同学, 转眼就要各奔东西, 说不定以后江湖不见了。 就当给大学生涯做个收尾吧。 酒会当天, 我和顾文文好好打扮了一番, 浑身上下都是这两天血拼的成果。 高定晚礼服, 闪耀的钻石项链, 稀有皮的胯包, 十二厘米的红底高跟鞋。 当我们踏入酒会现场的时候, 大家基本都到齐了, 瞬间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我们。 哇,苏冉越来越美了。 但是之前他不是挺穷的, 怎么突然这么有钱? 对呀, 看他那一身形透, 不像假的。 陈月乐和秦潭原本站在酒会正中心, 是全场的焦点。 没想到我一出现,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我转移了。 陈月乐鼻子都气歪了, 故意大声说道,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 苏冉之所以一直没找工作, 是因为他帮了个大款, 而且他会挡别人财运的。 秦潭盲不迭附和道, 没错, 我作证。 之前我跟他在一起, 一直很穷。 跟他分手之后, 不光彩票中奖了十万, 还找到了乐乐这么好的女朋友。 辅导员原本正和陈行长在角落里说着什么, 听到动静, 双双扭头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间, 谁耸了我不说, 陈行长瞬间一脑门子汗, 刚才我闺女说谁磅大款, 当财运来的, 肯定不是我想的那样对吧? 就算是那样, 我的使令妈也不会介意的对不对? 陈行长面色耍白, 大脑飞快运作, 正琢磨着怎么挽回这个局面。 但是辅导员去着他的脸色, 误以为陈行长是因为我惹到了他的宝贝闺女而不悦, 于是赶紧开口。 苏冉, 你赶紧跟陈月乐道歉, 陈爸爸好心请你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你还惹人家闺女生气, 老实说你, 出发点也是好的, 就你这样没背景没钱的毕业生, 为人处事还不行, 是会被社会淘汰的。 陈行长一看, 事态发展宛如脱江的野马, 瞬间一个大棚展翅, 挡在了我和辅导员中间, 老师。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你先不要出发。 还没等陈行长说完, 陈月乐就抢仙道, 苏冉, 我劝你识相一点, 得罪我没好处。 我这个阶层, 是你一辈子也挤不进来的。 我爸刚拉了十几个亿的存款, 光奖金就上百万。 你都没听说过, 哎呀。 陈月乐还没来得及说完, 就被陈行长一巴掌打懵了。 他捂着脸, 不敢相信地看着他爸爸, 满脸都写着我不理解。 全场一片震惊。 陈行长收回停在半空中的手, 满脸堆着笑, 点头哈腰地来到我面前, 苏小姐, 您千万不要生气。 我闺女他, 陈行长一边说, 一边直指自己的脑子, 他这里有问题。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他一般见识。 还有那个琴什么, 琴坛是吧? 听说是您前男友, 我今天回去就让他俩分手, 绝不让他进我家门。 您放心, 您的东西, 我们绝不敢觊觎。 瞬间, 全场一片寂静。 琴坛, 陈月乐和辅导员的嘴张得比鸡蛋还大。 所有人的目光, 在我和陈行长之间疯狂扫尸。 良久, 陈月乐指着我, 声音尖锐道, 爸, 你是不是疯了? 他就是个穷酸丫头。 你那么客气干嘛? 陈行长转向陈月乐, 眼睛一瞪, 表情极其严厉, 你给我闭嘴。 再敢对苏小姐不敬, 我挺你的卡。 苏小姐前几天刚刚 在我的银行存了十几个亿。 你是心疯了说他傍大款, 人家都是自己的钱, 还奖金? 你爹我的奖金, 还不是靠着苏小姐才拿到的。 你给我道歉。 陈行长的话, 仿佛一颗石子投入了湖中, 全场沸腾了。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苏染在银行存了十几个亿, 是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梦的程度。 秦潭奋力从人群中挤了过来, 冉冉, 陈行长说的是真的, 见我挑眉, 并未否认。 秦潭瞬间洗上眉梢, 太好了, 咱们终于有钱了。 冉冉, 你真是我的小福星。 我, 顾文们, 我冷笑着看他, 你不是说我挡财运, 早就跟我分手了吗? 我的钱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秦潭还想往我身边凑, 却被激动的辅导员, 一个乾坤大挪移挤飞了, 苏染同学。 我刚收到消息, 校长说, 你给学校捐了一栋楼, 不愧是我交出来的学生, 有我的风采, 以后可要记得老师啊。 我满脸同情地盯着他, 你是不是没听校长说完就挂了? 我特意跟校长说了, 您不让我出去说是您的学生呢, 所以我捐楼的前提是, 校长帮我赚了个班。 也就是说, 我不是以您学生的身份毕业的哦, 以后也不会再跟您有任何联系。 当然, 校长听完, 会不会气到蹊跷生烟? 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相信他老人家, 一定不会对您产生什么不好的想法的。 受打击最大的还是陈月乐。 他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大学四年的丑小鸭, 一下子变成了低调富豪呢? 还是他爹的势令吗? 在陈行长的威胁下, 陈月乐不情不愿地当众道了歉。 鉴于他的眼神太过怨毒, 当天的闹剧落幕后, 我还是联系陈行长, 更换了一家银行。 无他, 只是不想再跟这些人产生任何关系。 陈行长几乎哭出了讹叫, 也没能让我改变想法。 至于陈月乐, 想来确实被停了卡。 因为后来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他开始在朋友圈借钱。 当然, 那就与我无关了。 当我和顾文文开始联系希望小学的时候, 秦潭找上了门。 秦潭知道, 我刚在别墅区买了两套楼王, 特意来这里等我。 虽然进不去, 但是不妨碍他蹲守在别墅区门口。 这天, 我和顾文文刚毅出来。 蹲在门口扒拉泡面的秦潭, 瞬间眼前一亮, 一个剑步冲上来, 苏然。 我猜到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了。 我把卡号发你, 你赶紧把钱给我转过来。 不是你的钱, 拿着也不怕烧手。 我和顾文文对视了一下, 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毕竟我的穷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前阵媒体大肆宣扬 二十点四亿彩票的事情。 再加上秦潭知道那天 我帮他买了一张彩票, 在一核对日期, 很容易猜到真相。 但是您的脸未免有点推大了吧? 我好笑道, 你觉得我凭什么给你? 秦潭不耐烦, 好了, 别闹小脾气了。 我那天跟你开玩笑的, 你还当真了? 你把钱转给我, 我还是你的男朋友, 这总行了吧? 好家伙, 你这算盘打的, 我在南半球都听见了。 我直截了当, 钱, 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这钱与你毫无关系。 秦潭又开始犯他那个祖传脑贪, 你要是不给, 可别怪我不客气。 我诚恳建议, 要不你报警吧。 秦潭气地冲上来想打我, 却被一个又高又壮的身体挡住, 苏小姐, 这人怎么处理? 还是那句话, 我既然早已预料到, 必然是做了准备的。 更准确地说, 从我中奖那一刻, 我就已经开始物色保镖人选了。 大概是穷了多年, 早已习惯了做事走一步, 算三步。 这个保镖与我是同乡, 知根知底。 家庭条件重规重矩, 从小练习跆拳道, 水平很高。 在老家的时候, 也时常帮衬我家, 人品过硬。 经过再三考虑, 我雇了他当保镖, 给了很高的工资。 他也尽职尽责, 不过分愉悦, 又尽忠职守。 我示意保镖把他放了, 同时嘴角一挑, 秦潭, 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再有下次, 别怪我不客气。 现在的我想对付你, 有一千种办法。 秦潭并未被我吓退, 虽然不敢登门了, 但还是每天变招法地联系我。 其实倒是可以理解, 毕竟是十几个亿啊。 秦潭开始先是在电话里, 对我破口大骂, 也不知道是不是打了草稿, 连着骂了三天, 不带重样的。 后来, 见我无动于衷, 又开始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妄图唤醒我的同情心。 最后又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地哀求我。 对此我表示十分喜闻乐见, 毕竟我又不是恋爱脑, 白莲花。 只能给您鼓个掌了, 秦潭见我油盐不尽, 最终居然真的报警了。 属实是离大谱了。 警察带着秦潭上门了解情况, 苏小姐, 秦先生说您侵吞了他的彩票, 价值二十个亿。 对此, 您有什么想说的? 我耸耸间, 给警察看了我购买彩票的记录, 上面明明白白地显示, 是我支付了购买彩票的钱。 再加上彩票中心作证, 从始至终, 彩票的持有者都是我。 最后, 警察又带着我们去了彩票站。 那个老板还记得我, 有印象啊。 这个小姑娘经常来买彩票的。 那天我还跟她开玩笑, 这期中奖金额 可能会超过二十个亿。 没想到还真中奖了。 这事儿感觉我能吹一辈子。 警察又指着秦潭, 问彩票站老板有没有印象。 对方摸着下巴紧锁眉头, 良久憋出一句, 几个月之前倒是见过。 但是他好久都没来买彩票了。 警察叔叔无语, 面对秦潭, 满脸都写着你怎么敢的呀。 最后, 对他批评教育了一通, 就让我们走了。 没想到秦潭并未放弃, 没过几天, 微博热搜突然炸了, 二十亿彩票得主, 疑似窃取。 真正彩票持有人, 含泪控诉。 秦潭在微博上声泪俱下地还原是件真相。 把我塑造成一个贤贫爱妇, 家庭环境极差, 却野心勃勃, 不择手段的阴险小人。 说我在得知他的彩票中奖后, 第一时间偷走了彩票, 并且提出了分手。 事后还拉黑了他的一切联系方式, 甚至晒出了自己多年来, 买的一大洛彩票作为证据。 网友被他洗脑, 开始一边倒地声援他, 声称如果我不误归原主, 将会网爆我。 顾文文气地把手机扔了, 秦潭真是遗传性脑瘫吧? 怎么连比太平洋还大? 我递给他一碗刚刚炖好的燕窝, 别生气, 吃点燕窝。 养颜的顾文文气哼哼接过来, 见我慢悠悠吃着燕窝, 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不由地问道, 你不生气啊? 秦潭这么造谣声势, 你看那些网友, 都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就抨击你。 我被逗笑了, 言论自由, 反正咱们有钱。 管他们说什么呢何况, 我早有准备, 没错, 走一步算三步的我, 早就做好了准备。 秦潭不懂, 飘得有多高, 摔得就有多狠。 我等的就是事件发酵到极致的时候, 当秦潭的控诉, 抢占了热搜守卫的时候, 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反击。 自从上次警察带我们找彩票站老板对质后, 我就特意回去, 管他要了我购买彩票当天, 店内店外的监控。 监控视频完整地记录下来, 我购买彩票的过程, 在店外秦潭跟我分手的整个经过。 另外, 还有之前秦潭和我的微信聊天记录, 清楚明白地展示了他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 一直借口没有零钱, 让我帮他购买彩票的事实。 彩票店老板还自告奋勇地拍了一段小视频, 正义凛然地控诉了秦潭的恶劣行径, 同时表达了警察已经上门查清了真相, 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当然, 事后我给了他不菲的报酬。 我将所有证据整理好, 一一公布, 瞬间, 微博炸锅了。 相比于秦潭的空口无凭, 我的证据显然更有说服力。 相对比, 网友很容易判断出来, 谁才是说谎之人。 网友对于自己被利用成为免费分为组的事情, 十分愤怒, 纷纷激情开卖, 已知我有一张彩票, 不是我去买的, 不是我花的钱, 但我坚定认为这张彩票就是我的, 求网友鉴定这逻辑没毛病吧。 哈哈哈哈。 我家对面盖了一栋楼, 我看见了, 所以就是我的。 我宣布, 下张中奖的彩票就是我的。 别问, 问就是我自己该这么认为。 秦潭被各路退出文坛的网友对得注销了微博, 但还是没逃过网报的命运。 学校的同学们也开始下场掺和, 这人是我同学, 当时我也在场, 本来是他把人家女生甩了, 后来听说人家有钱了, 一口一个咱们。 对啊, 你们是没看见当时他有多卑微。 由于事情影响过于恶劣, 学校临时取消了秦潭的毕业证书, 连带着辅导员也被辞退处理。 而原本秦潭已经订好的实习单位, 人力总监特意亲自打电话, 取消了他的offer, 您这样, 我们可不敢聘请。 万一哪天您想象力爆发, 说我们公司是您的, 那我们可承受不起。 一时间, 秦潭一无所有。 哦不, 他还拥有顶峰臭十里的好名声, 当我们捐赠给希望小学的第一批, 物资到位那天, 我和顾文问因为资金的事情大吵了一架, 他摔门而去。 而我气冲冲地把保镖也赶走了, 一个人在偌大的别墅里喝着闷酒。 昏暗的别墅里, 一个不怀好意的声音突然响起, 这不是苏大富豪吗? 怎么落单了呢? 看来有钱也不是万能的吗? 还是说, 这钱原本就不该是你的呢? 随着别墅的灯骤然打开, 我不禁被灯光刺得一眯眼。 在睁开眼睛时, 秦潭和陈月乐站在我面前。 秦潭手上拿着刀, 陈月乐攥着一捆绳子。 我惊恐后退, 你们怎么进来的? 秦潭冷笑道, 你忘了。 陈月乐也买了这个别墅区的房子, 虽然没你的阔气, 但是足够让我们顺利进来了。 陈月乐不耐烦, 别跟他废话了。 赶紧办正事。 秦潭仿佛被提醒了, 居高临下道, 苏然, 我也不想伤害你。 我知道你在银行存了十二个亿, 只要你转给我, 我就留你一条命。 我皱眉, 抢劫和绑架是犯法的。 秦潭被刺激到了, 大声吼道, 那我还能怎么样? 是你逼我的。 我什么都没了, 走投无路了, 都被你夺走了。 我笑道, 如果我拒绝呢? 你会杀了我吗? 秦潭攥着刀走向我, 会, 当然会。 我最后一定会杀了你。 但是在这之前, 先让我在你 漂亮的小脸蛋上划几刀, 秦潭距离我还有不到一米的时候, 别墅的大门轰然打开, 警察, 别动, 放下刀。 我心里一定, 随即忍不住朝天翻了个白眼, 顾问问同学, 你还能再慢一点儿吗?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保镖发现秦潭总是在别墅附近, 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干些什么。 我和顾问问商量了一下, 觉得总这样极限拉扯也不是回事。 于是我们决定冒一点风险, 永绝后患。 别墅里里外外早已安装好了监控, 顾问问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 今天我和顾问问扬作争吵, 又故意把保镖赶走。 其实顾问问离开之后, 直接就去了最近的派出所, 蹲在门口盯着监控。 秦潭一冒头儿, 顾问问就冲进去报警了, 一路上还给警察实时直播犯案过程。 保镖则是绕到了别墅后门, 以防万一。 由于证据太过充分, 结局也毫无悬念。 陈月乐和秦潭双双进去了。 顾问问请了最好的律师, 千叮万竹只要判不死, 就往死里判。 保守估计, 秦潭至少得蹲个十年以上。 闹剧告一段落, 我们也专心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别墅已经装修完毕, 挑了个日子, 我把妈妈从老家接了过来。 搬家那日, 老家沸腾了, 婶子好福气, 苦了半辈子, 后面都是甜头。 妈妈笑得何不拢嘴, 一路上都在盘算, 院子里应该种些什么。 猫狗多久洗一次澡, 又拉着我和顾问问道, 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 不用管我, 我自己过得好着呢。 我和顾问问对视一眼, 确实好多事情, 等着我们去做, 莫复今朝番外, 我和顾问问旅居士慈善, 已经很久了。 走走停停, 一边看世间风景, 一边看人间疾苦。 看哪里缺学校, 捐, 哪里缺老师, 当, 哪里设施落后, 盖。 顾问问问戏称我们是游侠二人组。 这天, 我们路过一座小城, 碰巧下了雨, 我们躲在路边避雨, 一人一个红糖瓷巴捧着吃。 突然, 一个略微耳熟的声音响起, 这位先生, 我夜观星象, 觉得你我有缘。 塔罗牌了解一下, 我寻声望去, 优呵熟人, 正是之前狂鲜牛顿棺材板那位假道士, 只不过今天换了一身行头, 黑色的长袍, 印满了星星月亮的图案。 左手一个水晶球, 右手一副塔罗牌, 正在疯狂忽悠一个路过的男子。 奈何对方完全不给面子, 三步两步绕开他就走了。 假道士失落间, 四处寻找下一个目标。 正好撞上我的视线, 假道士一愣, 仰头开始思索。 我无语道, 假道士, 本草刚勿。 假道士恍然大悟, 哦,是你呀。 我挑眉道, 你不是算命的吗? 改行了。 对方极其不满, 什么算命? 我们要宣扬科学, 反对迷信。 顾文问嘴角抽搐, 水晶球算是科学。 对方没有回答, 反而上下打量, 我俩, 你俩要不要占个塔罗牌? 看看未来的运势。 我和顾文问一口同声, 不用了。 随后相视一笑, 不算也知道, 往后余生, 既是坦途, 我们所能做的。 不过是将好运分给更多的人罢了。 和顾文, 是课断讯论。 国迹讯论。